刘雨宁通过一念观山确实火了 但是对于她颜值的讨伐 似乎最近也达到了顶峰 骂她的颜值以外呢 更是有人群朝她网红出身 多说一句 网红怎么了 出圈各凭本事 就目前再播的一念观山而言 她的戏就是比一般的小鲜肉好 很多人因为颜值不好 否定她的演技 说实在的这话就很不合适 一部艾斯嘉的大制作 难以的选择适配度的问题 一定是再三斟酌之后定的 因为最近怎能刷到一念观山的物料 所以今天小编想写刘雨宁 她的整个成名过程 其实很有意思 很励志 很多人都说她能有今日 是背后的资本在推她 那不靠资本 刘雨宁到底能不能活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 辩证地分析一遍 首先我们倒着推演 无论是资本还是品牌 还是市场 但凡是出钱的一端 一定是要看自己下注的对象 是否有价值 这个价值靠什么反应 一定是这个对象身上的流量 就算刘雨宁背后 有一只无形的资本的大手 在推她 也是因为她可以为资本赚钱 她身上有流量 那她的流量是哪里来的 我自问自答 这个问题很漂亮 我们再正向推演 在互联网这个巨大的流量时代 每年都会兴起很多网红 你会发现有的网红 可能迅速地爆火了 然后迅速没了 刘雨宁也属于比较早期的网红 18年开始在网上直播唱歌 被人熟知 一直到现在 2023年 5年的时间 就是说 老天爷给了很多人爆火的机会 但是有的人抓住 有的人抓不住 抓住的这部分人 要么自己就是资本本身 钱多到烧不完 要么就是自身业务能力扛打 其实任何行业 你抛根问底 能够在某个行业问鼎 或者是说 在某个行业能够一直活下去 它的最最最最最基本的基本盘 一定是自身过用的业务能力 刘雨宁很明显是第二种 典型的 持续性物理攻击 打败魔法的人 那自身实力的背后 是有什么彰显呢 就是粉丝群体的数量 以及粉丝粘性 粉丝认可他的能力 这个能力包括业务能力 人品 才华 颜值等等 那说到粉丝 我们可以看看 刘雨宁在全网的粉丝 从饭娱乐平台 视频播放平台 以及音乐播放平台来看 他的特别支出 我以下举例的这几个平台 基本上覆盖了全网70%以上的用户 从最早的YY直播 然后跨微博开始直播 22年微博直播统计数据 刘雨宁直播 平均每场观看人数在2000万左右 而且多次突破了4000万人观看 带着2000多万粉丝入住的抖音 放眼娱乐圈 有多少中青代能有这数据 再看看视频平台 爱奇艺搭档刘诗诗在上的一念观山 腾讯后面应该能上的折腰 和之前迪丽热巴无垒的长歌行 和刘涛搭档优酷的做自己的光 以及安乐传 再播的剧有他 不再播的时候 几个平台也到处都有他唱的OST 音乐平台呢就更不用说了 酷狗网易 你打开之后 就任何时间段都有他的歌 他的OST已经覆盖了 你目前所能看到的大部分剧 有粉丝喜欢他直播 有粉丝喜欢他的歌 有粉丝喜欢他的戏 在整个互联网 就像是一张无形的刘雨宁专属网 你们不觉得这就很吊炸天吗 那你可能要问了 做演员要忠于作品 演好角色 靠流量为王绑架角色 绑架搭档 绑架男三 算什么英雄好汉 兄弟们 所有的演员那么努力的演好角色 其实最后都是为了让更多人喜欢 拥有更多人的认可 这难道不是为了流量吗 当然 有流量要是演技又好 那也是特别必要的 不然就跟现在一样 打开抖音就是挨骂 打开B站就是血喷的视频 所以啊 遇事不要听别人吵吵 自己也就跟着吵吵 刘雨宁自带粉丝出圈 只要他坚持住 持续进步 绑不绑资本 他都能越来越好 而他身后的粉丝 其实就是资本十分看重的 你们不要以为合作演员 不看重这些 一场免费的直播 在线两三千万人 这种免费的宣传谁不想要 单说这一点 跟哪个女演员搭写 有啥过分的 作为男人 长相俊美 在张力和力量面前 不值得一提 随后希望宁头 千万不要塌房 毕竟 别家的粉丝 对偶像是始于颜值 而宁家的粉丝 是从九余才华开始的 在这一陣子上 在这一陣子里带我 用你带我来看一下 这一陣子